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 多吃豆腐不仅能够补充能量,同时还有助于预防多种疾病 豆腐营养丰富 有关调查研究表明,100克豆腐里所含的蛋白质约30克左右 能够有效地补充人体所需营养 所以,平时多吃豆腐对人的健康好处多多 它能够有效预防疾病 但是,出好处外,吃豆腐如果方法不对的话,也会食物中毒 这天晚上,78岁的马奶奶和46岁的女儿刘女士蒸馒头 然后就着豆腐拌蜂蜜一起吃 13岁的孙女妞妞从学校回家,正好赶上吃饭 饭桌上只有祖孙三人,再没有别人 每块豆腐都有麻将牌大小 听妞妞说,她一个人吃了两三块 两位长辈因沟通困难,无法确定食用量 到了第二天开始出现问题 首先感到不适的是老人 食用过豆腐的第二天早上 马奶奶起来便浑身没净,视线模糊 看人充饮,而且出现了高血压 伴随上吐下血,随后送医治疗 但没有查出明确结果,怀疑是食物中毒 第三天早上,老人出现了呼吸急促 大夫上了呼吸机 当时老人已经站不起来 而且呼吸微弱,被送进当地的医院重症监护室 46岁的刘女士,发作的时间比老太太稍晚 她在第二天的早上又食用了这道豆腐 但紧跟着就出现胃部不适 中午出现呕吐,身体已经非常难受 但是她只是去附近的小诊所输液 直到第三天,她已经无法行动 直接转入重症监护室 同行的还有13岁的妞妞 两位成年人被确认为急性中毒 肉毒素中毒 妞妞则是急性肉毒素中毒 这就是没有注意到豆腐与有的食物相克 会出现食物中毒 导致祖孙三代全部进了抢救室 那么哪些食物不能和豆腐一起吃呢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七种食物不能与豆腐同吃 一,不能与蜂蜜同吃 豆腐和蜂蜜都是营养佳品 但是这两种食品不能同时食用 因为豆腐能清热散血 下大肠灼气 蜂蜜干凉华丽 二物同时抑制谢谢 同时蜂蜜中的含有多种酶类 豆腐中又含有多种矿物质 植物蛋白即有基酸 二者混食亦产生不利于人体的生化反应 故食用豆腐之后不再以食用蜂蜜 更不宜同时 二,不能与蕉白同吃 因为蕉白这种绿色植物里 本来就含有很多的草酸 而豆腐中含有很多的绿化酶 硫酸钙的物质 如果这两者碰在一起的话 这些物质就会发生一种特殊的化学反应 然后将所有的营养成分都抵消掉 不仅如此 还会产生一种硫酸钙的物质 这种物质不仅会造成钙质的流失 还会生成结石 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三,不可与羊肉同吃 与羊肉同吃亦发生黄胆和搅气病 维生素B缺乏症 因为豆腐是由大豆制成的 杏味肝,微寒 羊肉是大热冻火的食物 与豆腐的功能恰好相反 二者长期同时吃会影响身体健康 四,不可与竹笋同时吃 竹笋和豆腐经常一起吃 会容易导致结石症 例如肾结石、胆结石 因为豆腐中的钙会和竹笋中的草酸结合成 草酸钙而人体内的结石 正是草酸钙和碳酸钙等难容性的钙盐沉积而成的 还会降低竹笋和豆腐的营养价值 会影响钙的吸收 钙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 如果人体的含钙量摄入较少 则可能是体内缺钙 会出现烦躁不安、抽搐、软骨症等症状 五,不能与柿子同吃 柿子和豆腐不宜一起吃 柿子含柔酸成分多 豆腐中含有氯化钙 同吃亦生成柔酸钙沉淀 造成胆结石、肾结石等结石疾病 建议避免同吃吃 六,小葱不要拌豆腐吃 经常说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但实际上用小葱拌豆腐会造成不清不白 因为葱中的草酸抑制豆腐中的钙结合 成难以溶解的草酸钙 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 长期食用一导制结石 七,豆腐和菠菜不能同吃 豆腐加菠菜最容易熬成汤了 其实这种吃法是错误的 菠菜中含有很多的酸 而与豆腐内的钙不能一起吃 它们一形成酸钙 在我们人体内难以消化 这样一来就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 这么多不能和豆腐一起吃的东西 我们都了解到了 那么和豆腐绝配的食物又有哪些呢 二,豆腐的三种绝配 一,豆腐配肉蛋,营养高一半 豆腐虽含丰富的蛋白质 但缺少一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胆胺酸 如果单独烧菜 蛋白质的利用率则很低 如果将豆腐和其他的肉类 蛋类食物搭配在一起 可以提高豆腐中蛋白质的营养利用率 二,豆腐搭配海带 加点又补钙 豆腐中含有多种造脚干 能阻止过氧化脂质的产生 抑制脂肪吸收 促进脂肪分解 但造脚干又可促进点的排泄 容易引起点的缺乏 海带含点丰富 将豆腐与海带一起烹调 是十分合理的搭配 三,豆腐配青菜 豆腐属植物蛋白 多时会引起消化不良 青菜能促进消化 若与豆腐拌食 有利于豆腐的吸收 人也就不会受消化不良的困扰 豆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还是很常见的一道菜 家家户户也都爱吃 其实只要注意到吃豆腐的禁忌 豆腐营养还是很多的 豆腐所含蛋白质较多 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 人体的每个组织 毛发、皮肤、肌肉、骨骼内脏 大脑血液、神经、内分泌等 都是由蛋白质组成 蛋白质对人的生长发育非常重要 大豆有植物肉的美誉 它是植物性植物中蛋白质最优秀的食品 用大豆做成的豆腐蛋白质也不差 每100克豆腐里含有蛋白质8.1克 3.豆腐有哪些好处 1.吃豆腐有利于减轻便秘 有些人群消化系统不太好 会常出现便秘等症状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吃一些豆腐脑 减少便秘 豆腐质地比较松软 基于消化 不会阻塞人的肠胃 但是患有便秘的患者 不宜食用油炸类的豆腐 油炸类豆腐所含油脂较多 多吃的话不仅不利于减缓便秘 反而会加重病情 长期多次食用的话 还会引发肥胖等症状 2.吃豆腐有利于减缓人的心血管疾病 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 人们的饮食水平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餐桌上的鱼肉有所增加 很多人的肉类胆固醇过高 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适当地食用豆腐 或者是豆制品 豆腐中含有大量的豆类胆固醇 吃进去的豆类胆固醇 对肉类胆固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所以平时吃肉较多 或者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可以经常食用豆制品 3.冻豆腐有利于瘦身 普通豆腐经过低温冰冻后 会产生一种物质 这种冰冻后产生的物质 能够对人体内堆积的营养 产生一种冲击作用 所以处在减肥期的人们 可以适当食用冻豆腐 冻豆腐既具有豆类品 所含有的营养 又能有效破坏 人体内堆积的过剩营养 所以我认为 如果还处在减肥期的话 冻豆腐也是个不错的食材 同时在吃火锅的时候 加入冻豆腐也很不错 但是既然想要减肥 那就先一大掐 吃较为清淡的火锅 豆腐总有百般好 食用也是有些禁忌的 豆腐含有皂脚干 虽能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但也能促进体内点的排泄 长期大量吃豆腐 容易引起点的缺乏 另外 豆腐食用过多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每餐食用应以100克左右为宜 过优而不及优 接下来今天跟大家分享 豆腐简单好吃的家常做法 咸香适口 比麻婆豆腐还好吃 准备豆腐两块 价格两块钱 把豆腐放入碗中去 倒入清水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 把豆腐切成薄片 厚度控制在一厘米左右 准备大蒜 把大蒜拍扁 再切碎 切好后 放入碗中备用 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 也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红辣椒 把它切成条 再切成小粒 切好后 和大蒜葱花一起放 再准备两个鸡蛋 打入碗中 搅拌均匀 准备淀粉 把豆腐先裹一层淀粉 再裹一层鸡蛋液 热锅刷一层食用油 下入豆腐 一块一块地下 开小火慢慢煎 等待底部金黄色 再翻另外一面 这时香味扑鼻 煎至两面金黄色即可加出来 放入盘子中备用 锅放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烧好的热油浇在大蒜和葱花 红辣椒粒上面 热油更能激发出香味 加入生抽一勺 醋两勺 一小勺食盐 适量的白糖 搅拌均匀 把调料淋在煎好的豆腐上 看着就很有食欲 入口香味浓郁 香辣过瘾 一次能多吃三碗米饭 这道风味豆腐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朋友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小颖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我们下个视频